宋干节及泰国新年 宋干节及泰国新年也被称为泼水节 时间在每年4月13日15日 宋干节庆典有许多传统习俗 例如到寺庙参拜祈福 以及泼水祝福 象征性喜去一年的不顺利 泼水节首一天象征重新出发 泼水节首二天是去旧 最后一天是迎新 比辞来 这位大叔厉害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不认识的某多骑士 一盆盆的水一面而去 中国云南歹族 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在缅甸一大班摩多骑士 庆祝新年 在新加坡缅甸寺庙 感受一下在泰国曼谷的街头 2019泼水街时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南泼水节的来历 云南泼水节是歹足的新年,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是云南西双版纳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 一般在杨历4月13日至15日举行 当地居民认为这一天是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说到泼水节的来历,还有个故事呢 很早很早以前,歹足地区有一个魔王 他经常来歹足村子里抢东西 尤其是看到美丽的歹足姑娘们 他更是两眼放光,一下子抢走了12个歹足姑娘 这12个姑娘想逃跑,但是魔王太厉害了 他们跑不了 后来,其中一位姑娘为了得到消灭魔王的方法 一直讨好魔王 魔王终于说出了杀死自己的办法 只要有人拔下魔王的头发 再用头发勒他的脖子 他的头就会掉下来 姑娘把魔王的弱点告诉了其他人 他们等到魔王睡着后 就用这个方法杀死了魔王 没想到,魔王的头一掉到地上就开始着火 姑娘们怕火烧坏了村子 就轮流抱着魔王的头 时间长了,魔王的头都臭了 于是,百姓们每天都向姑娘们泼水 冲洗头的臭味 一直到魔王的头变成了白骨 这12位姑娘也成了歹足的英雄 从此,歹足人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泼水节 用来纪念这12个勇敢的姑娘 现在,泼水节已经成了一个旅游项目 据说,泼水节当天,被泼的水越多 得到的好运气就会越多哦 谢谢您的观看 您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